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轻易地分遍白天黑夜 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 牵住你的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用 就能惊喜地从背后 给你一个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 生命也许完全不错 可能我想要的 我喜欢的 我爱的都不一样 以前的黑不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人们说的天空蓝 是我记忆中那层白云背后的蓝天 我望向你的脸 却只能看见一片雪雾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 忘了现在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春雨擠的脸唱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你就在我眼 好 这算非常动静 谢谢你们 来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江涛 我今年十五岁 大家好 我叫田家子 今年十岁 你们是兄妹吗 我们其实不是兄妹 但是我们胜似兄妹 这怎么说呢 我们是在四年前的一次比赛上认识的 当时哥哥眼睛就看不见 但是哥哥钢琴弹得非常好 我就 见识三人 比赛上认识的 如果姹赶紧 请大家再来 询计四位 我们下了 这个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帮助哥哥 争取到一台电钢琴 好 谢谢 来 回来 争取一台电钢琴 为什么这个心愿要你来说呢 因为哥哥现在在四平的盲校 就是那里练琴的地方 哥哥但是还没两周 哥哥都会去长春那块练一回琴 因为东北那边大雪天的 雪特别厚 而且路特别滑 而且还要将他的奶奶陪着 所以就感觉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想把这台电钢琴 放到四平的盲校里面 那为什么哥哥的家里 自己不会帮他买一台呢 因为 江涛哥哥的家庭 其实挺贫苦的 其实我的家里 我妈妈和我一样 也是换新运行白电帐 眼睛也是看不见 我爸爸是高位集团 只有我爷爷在家种地 我奶奶来长春 一直在长春陪我 念书 虽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 那我想家里的爸爸妈妈奶奶 应该对你都特别好 我爸爸和我妈妈 奶奶都对我特别好 而且我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爸妈都会鼓励我 要我去坚强地面对 很好 而且你弹钢琴还弹得这么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弹琴的 我从九岁开始学琴 是谁看出了你这个天赋 是我奶奶 看出了我在音乐方面比较爱好 所以他到九岁的时候 让我学习钢琴 想让我在以后 通过自己来自理 也想让我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家庭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哪些 家庭没有收入 就是我爷爷送地 我爸爸和我妈妈都不能自理 什么也干不了 我奶奶一直在陪我 也不能收入什么 所以你这么努力地学习方形 是为了将来能够分担家庭的重担 是 是吗 对 我爸爸我妈妈什么也干不了 但是我特别爱我爸爸我妈妈 我奶奶寒心如骨地陪我 有一次了 奶奶陪我去练琴 当时是一个冬天 练琴回来的时候 已经九点多了 道路也特别火 我奶下公交车的时候就摔到了 当时我就想把我奶扶起来 但是我不知道我奶奶在哪里 我那时候特别的无助 我奶奶不管是春夏秋冬 刮风下雨都一直在陪我 所以我特别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来报答我的家人 也来报答一直在关心我 帮助我的人 江涛你平时生活当中朋友多吗 我的小妹妹是我第一个朋友 也是我唯一一个朋友 而且田家子是 她主动走到你身边来的 是 看得见小妹妹的容貌的吗 看不清 你形容一下你心目当中 这个田家子的样子 你形容给我们听 小妹妹就像天使一般 特别的善良 有多少次都帮助我 她每次演出的时候 总会把我带上 在舞台上让我也渐渐失眠 一直想帮助我 完成我这个音乐的梦想 记得那是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她把她比赛时 获得的500块钱奖金也给了我 而且在过年的时候 又给我买了羽绒服 你对哥哥这么好啊 嗯 你要知道你那会儿才6岁 6岁歌唱比赛拿了500元奖金 大多数孩子会给自己买玩具 或者是买吃的 你却把500块钱给了哥哥 你当地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我自己以后参赛的时间 就是特别多 很容易就能拿到奖金 但是哥哥参赛的地方 就会是很少 所以我就觉得 的确500块钱奖金就给了哥哥 你们俩也是因为缘分在一起 彼此成为对方的动力 江涛缺乏朋友 所以他跟田家子走在一起 似乎顺理成章 这小女孩这下也特别好 但这个田家子 为什么内心会有这种 超乎于同龄人的这种善良 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 他们嘴巴当中的两位重要人物 江涛的奶奶和田家子的妈妈 分别是徐海湘和魏小丹 掌声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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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魏小丹 是田家子的妈妈 大家好 我叫徐海江 我是江涛的奶奶 你就是那个奶奶 对 你好辛苦 我还没觉得怎么的 好像是在外边跟他俩 忙忙活活的 还叫着挺 挺有意思的吧 你很轻松的把自己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 描写得云淡风轻一样 家里边自己的儿子 儿媳妇和自己的丈夫 都是需要人照顾的 是吧 这个孙子也需要你照顾 自从我出来陪孙子 丈夫 反正他就是种地吧 经无家无 因为儿子媳妇 他都是残疑 我是一心想把这个孩子 领出去 那也为了我付出太多太多了 想问一下 刚才田家子说 在那次歌唱比赛当中 因为江涛的勤奋 和这种坚强 打动了他 那一次江涛给你留下了印象吗 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是一次 东北亚博览会的一个小比赛 江涛上去以后弹琴 眼睛看不见 弹得特别好 当时就给我特别大的震撼 我觉得这孩子 肯定特别不容易 下了很多功夫 才能弹成这样 然后田家子下了台以后 他自己就凑到江涛身边去了 然后就跟江涛在那聊 他们俩 我就跟阿姨在那聊天 问阿姨 后来阿姨跟我说了 一点江涛的事以后 我觉得我当时 也就是特别喜欢这孩子 当时还不太知道他的家庭情况 然后家主跟我说 他说妈妈 因为当时他得了一个500块钱的奖金 几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然后当时江涛得的是1000块钱吧 应该是一等奖 对 1000块钱 田家子是得了500块钱 他说妈妈 我想把这钱送给哥哥 这是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的 然后我说 我说可以 然后他送给了哥哥 后来慢慢地 我带着家子 去了哥哥家一趟 联系阿姨 到了那儿房间 我一看 可以说我挺震撼的 没想到 那个小屋子 应该只有 八九平方吧 就是一张小床 什么都没有 一个小柜子 这孩子就让我觉得 始终是从学习上 还有在生活上 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抱怨 一直是笑对着生活 我两年之内 没见到江涛哭过 我觉得他一直特别乐观 从来也不跟我说一些 难受的事 难过的事 这孩子从来没在外人面前哭过 不是第一次登台 但是他第一次登台哭 哭得这么伤心 江涛的路以后 一定会越走越远 威仪一定会一直帮助你 我们现在其实就跟家人一样 我就把他当成儿子看 两个孩子互相帮助 互相成长 给田家子最大的帮助的就是 他现在特别懂得照顾人 让我都能感觉得到 这就是江涛传授他的 因为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心意 孩子与孩子之间成为朋友 他们之间有一种 彼此互相学习 感同身受 那么由此家人和家人 父母和父母 可能也会走到一起 你们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因为父母给孩子的 培养过程当中 种下善良的种子 所以孩子们因为善良 走到了一起 所以使得两个家庭 也交叉在了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件 特别好的事 一方面你教的也好 它才会有这种善良的指动 另外一方面 有这样的一个哥哥 作为朋友 我相信在他生活当中 也会有更多正能的 今天的心愿说得很清楚 一台电钢琴 来 四位老师 因为田家子 不光容貌美 而且心灵更美 所以说对于这样美人的要求 我是很 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网 去捐赠你一台电钢琴 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 谢谢老师 谢谢 你的愿望终于被满足了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能够跟江涛说几句 我是觉得现在呢 可能你由奶奶和爷爷来照顾 还有小朋友 在你的兴趣爱好上 给你更多的一些帮助 但是你有一天 你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爷爷奶奶呀 他们的身体 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的灵活 终究一天你会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 你得挣钱养家糊口 我说得世俗一点 你以后得学会用这台钢琴去赚钱 去照顾你的爷爷奶奶 还有你的父亲还有母亲 我希望你的梦想当中 有一部分是要踏进现实的 好吗 祝福你啊 好 谢谢老师 曹总呢 现在给了你这台钢琴 那希望呢 就是我衷心祝福你 未来能够靠这台钢琴 靠你的音乐梦想 能够带给家庭幸福的生活 如果有那一天 我相信你可能要到北京去发展 那么我愿意提供你在北京的 包括音乐学院 然后音乐学院附中 相关的所有的老师资源 我们这边是有的 可以提供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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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林跟弟弟呢 想让你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一些 才八平米 是吗 我们可以负担你一年的 更大一些房子的租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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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